我们现在考虑非其次的线性方针组 我们非其次线性方针组有几个主要的问题 一个是它有解还是无解 如果有解是有唯一的解还是有无穷多个解 我们现在看一个立体 我们现在看解解一个线性方针组 我们知道这个线性方针组的解法 我们在第一个视频里面我们就已经讲过了 怎么样求解线性方针组 都是用这个Role Reduction的方式来求 那我们现在看看一下这样的线性方针组 好这样的一个线性方针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 我们说把解非解线性方针组 解非其次线性方针组 我们是去把它的Augment Matrix写出来 然后把这个Augment Matrix做Role Reduction 找出它等价的一个线性方针组 好我们把这个Augment Matrix写出来 这个是我们叫中文叫增管矩针 我们把第一行保持不变 我们之前讲了这个Role Reduction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它的步骤 我们把第一行乘上负3加到第二行 那这里是5 负3的话 负9 这是负4 那么这里是0 乘上负3加上来 这是负1 乘上负2加到第三行 这是5 负2 负4 0 然后是负2加上1 然后我们把我们先把这个第一行保持不变 然后把第三行减去第二行 所以第二行也保持不变 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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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行间第二行这是2 那到这里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其实不用 其实不用完全解出来 因为到这里我们就发现 在第三行 在第三行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三行就对应着什么呢 对应这个第三行 它对应的一个线性方程就是0等于2 这是不可能的解 所以这个方程没有解 所以我们说这个方程是没有解 或者是不相容的方程组 这样的方程我们叫做 inconsistent 系统 或者是不相容的方程组 或者是不相容的方程组 rnc 它的这个 系数矩阵的这个rnc 和它的增广矩的rnc 是不相等的 那我们直接得出这样的定义 那我们直接得出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我们直接得出这样的一个定义 这个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是没有解的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inconsistent c system 好 那我们这刚才这个例子是没有解的 那么什么时候有解的 就是rA等于rAB 就是它增广矩矩阵的值 要等于 等于系数矩阵的值 如果 如果 同时 它又等于这个 微值圆的个数 那这个我们叫做unix 如果系数矩阵的值 等于增广矩矩阵的值 就是coefficient matrix 和这个augment matrix 它相等 它的 它们的rank相等 但是小于n 那么这个是infinity 这是对非其次线组的解的理论 但是这个 第二个第三个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去看利器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证明 其实有个简单的证明 我们可以把A和B 这个augment matrix 这次 我们做一个初等变换 那么它 呃我们先看 呃第一个 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一个例子 啊 我们做尽管 对它做变换 做这个 初等变换 我们把它做成roreduction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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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说是k 那么这中间还有好多0 那么这里还有0什么的 那么这是b1bk 那么这可能有bk加1 那么这可能有bk加1 我们假如说这里 啊 我们不把这个当作bk 我们把它写成 啊 这里写 这是c 写成c吧 c1 c1 k 啊 c1 n-k c c k k c k k c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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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是bk加1 Bk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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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变成这个样子 这边都是0 ,咱们要知道 Bk加1 如果Bk加1 不等于0 那我们就知道 R A Bk加1 A B 要大于 R A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我刚才我们的前面的例题 这是 inconsistent 因为左边相当于左边全是零 左边全是零方程组的方程组 在最后这一个方程 它的左边全是零 右边它不等于零 零不等于零不等于零 那这个是 那这个就就就是 不相容的方程组 如果BK加1 等于零 那我们就知道 R A B 等于R A 那这个时候是有解的 如果如果说是有 这些 C I J K C I K 如果是 C I K 它有它不等于有些是不等于零的 有一个至少有一个不等于零 那我们很显然就知道这个时候有有 至少有一个 C I K 不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有 free variable 所以有 free variable就是用 Infinately Solution 好,那么这是cik的这种情况 如果第三种情况 如果是rab等于ra等于 这是小于n 如果它等于n的话 那它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么ab 它就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它就会变成 reduce the rule reduction 它就变成了这是1 然后这是be 这是bn 那我们就直接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x1到xn 它就有唯一的解 是bebn 所以这是unic solution 这是我们非其次线性方程组 它的这个解的理论 它什么时候有解 什么时候有无穷多个解 这是我们的一个定理 那我们的应用这个定理来判断一些方程组 是有解还是无解 还是有无穷多个解 我们看第二个理论 我们 我们说是a b 我们说是a b 这样的一个方程组 x1加上x2加上x3加上x4等于0 x2加上2x3加2x4等于1-x2加上a-3 x3再减2x4等于b 3xe加上2x2加x3加上ax4等于-1 有unique solution 什么时候有unique solution 有infinently 有无情多个解 和没有解 我们运用刚才的定理 那我们说有唯一解有无情多个解还是没有解 那我们都是对增管矩阵 argument matrix做这个 rule reduction 这是1-1-0-1-1-0-1-2-1-0-1-A-3-2-B-3-2-1-A-1-A-1-A... 我们先看第一列 除了第一个数字以外 只有最后一行 那个数字不等于0 所以我们把第一行乘上负3 加到最后一行去 那么第二行和第三行不变 乘上负3加上来 那么这是负1 这是负2 那么A-3 最后一个数字是不变 是0乘上的 好 1 1 1 0 0 1 2 2 1 那么我们第一列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管第二列 剩下的那几行 我们把第二行直接加到第三行去 那么这是A-1 这是0 这是B加1 然后第二行加到第四行 是0 是A-1 那对判断它有解无解 我们通常不需要把它做成reduced row actual form 就是不一定要做到最减矩的 那么从这里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最后一行 它的右边的部分是0 所以不管这个A-1是等于0还是不等于0 那么这个最后这个方程组 最后这个方程它都是有解的 至少它有一个trival solution 右边是等于0 那么要确定它有解无解的 那么还是 这个这一行 等于是第3 那我们看第3 首先我们要确定它是unic solution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它的rank要等于4 因为又有4个位置元 2 3 4 那么rank要等于4的话 那么A-1肯定不等于0 A-1不等于0 A-1不等于0 也就是说A不等于1的时候 这个是unic solution 就是有唯一解 我们不管B B加1等不等于0 那么系数 因为我们要知道系数矩阵要等于N 系数矩阵等于N的话 那么我们因为这是四个方程 正好是四个方程嘛 系数矩阵要等于N 增观矩阵也要等于N 那么这个因为它最多也就是4嘛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解 而这两个矩阵的值它都应最多也就是4 所以A-1不等于0的话 它的这个 R-A 是跟它的rank 跟argument matrix rank都是等于4的 正好等于它位置元的个数它所以它是unic solution 那么如果A-1等于0呢 A-1等于0 那么第四行全部是0 那么第三行的系数矩阵 系数矩阵 它的rank等于2 那么如果B加1不等于0的话 那就变成nucleus 那么B加1也等于0的话 那也就是说A如果等于1B等于-1的话 那么R-A和R-A-B 我们用多多号来表示就行了 它就是等于2 所以它是 所以它的解释英文的solution 如果A等于1 E 1 而B不等于-1 那我们看到这个R-A就小于R-AB 就是nucleus 这就是我们非其次形形方程组 它的解的理论 我们要判断它有解还是无解 我们通常不需要把它做成 reduce the row atrial form 就是不一定要做到最简 我们只需要看它的rank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 它的方程组是有解还是无解 是有V解还是无枪度个解 这里那么非其次形形方程组的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